前新竹市長林志堅涉及論文抄襲案 遭到檢察官于正煌提告违反著作權 昨天開庭 林志堅強調自己沒有動機抄襲 于正煌委任律師則以論文比對 有三十三處完全相同的文字 主張林志堅抄襲事實明顯 蔡剛走下車就被一陣包圍 面對媒體追問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沒有回答 聲線論文爭議的他首度現審法院 在庭上監車沒有抄襲動機 也就沒有認罪問題 就連公安局長陳明通 前一天也在立法院為他喊冤 林志堅這個案子很確定是一個冤案 曾經一位論文風波林志堅召開記者會還原論文時序 引發調查官于正煌不滿 認為對方誤導風向 為了捍衛清白自訴提告違反著作權 十一號法院開庭 並指求對決雙方展開激烈攻防 主張臺大學輪會調查結果不具證據力 林志堅辯護律師更反批余正煌未經授權 引誘民調才是侵害著作權 甚至指出余正煌若是提告訴 監察官根本不會起訴 而余正煌律師團則回擊 兩者論文比對 友善三處段落幾乎雷同 但余正煌由引用處解 反觀林志堅多處段落全都沒有 甚至余正煌因為整起案件承受許多壓力 林志堅先生在法題上公開宣稱他是受害人 他認為說自訴人操弄媒體 要試圖影響新竹的選群 各位聽起來不覺得 這個說法很荒謬嗎 對 我們其實是他選舉無端的受害者 那他現在盜果為因 當然也會對公務機關裡面任職的 余正煌產生一些壓力 余正煌十號深夜傳出在臉書發文 指出黨聯合公司要公我嗎 說自己不會更差了 要賺就來 被外界解讀跟烤雞有關係 但對此新竹市調查站站不回應 而庭訊結束後 余正煌的律師團再向被冤地撞 加碼對林志堅提告加重誹謗